炎热的太阳高挂在万里无云的天空 民众不是躲在家里 就是到海边或是喷水池边玩水消暑 欧洲南部及东部从8月初开始 遭受名为露西法的超级热浪侵袭 创下摄氏47度的高温新记录 欧洲气象中心在8月初 已经对欧洲11个国家 26座城市的居民和游客 发出程度最严重的红色高温警报 它很温暖 我和妻子在英国来训练 我们今年有些好风气 但热浪也不及格好 按照美国风气预计 全天的冬天会比普遍更加热 而意大利与罗马尼亚 自8月初热浪爆发以来 至少有5人因极端气候而死 因热浪住院的病患 在意大利从15% 聚增到20% 科斯沃首都布里斯提纳的 急诊室主任则表示 急诊室病患人数 在2017年创下新高 其中有一部分的病患 是因为烟热高温 导致的热伤害 Klinika emergjente 波士尼亚和塞尔维亚 也传出严重的农业损害 东欧 南欧各国在夏日旅游旺季 受到热浪侵袭 导致大量电力需求 物价也创下新高 而科学家也发出警告 若全球暖化持续到了2100年 极端天气将导致欧洲 约52000人死亡 记者Alang 展老 整理报道